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林冠 講到健康 這個國人統計資料當中 有三分之一的男性人口 腰圍都過出 那實際上 身體某一些部位跟器官 該細不該出 出了之後就會出人命 到底有怎麼樣出人命呢 待會兒這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會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今天朋友們一起分享的 有七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 醫生好朋友 劉博恩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生活好朋友 洪淑晴 大家好 再來是醫生好朋友 晨星門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醫生好朋友 吳嘉宏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藝人好朋友 謝忻 嗨 大家好 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陳安琪老師 嗨 大家好 好 再來也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蔡萬利老師 嗨 大家好 好 先問一下劉醫師 這個一般男性人類 到底哪裡該出哪裡該細 是是是 這會扭根 對對對 所以每次在洗澡的時候 我對著鏡子就看看哪些地方 本來這個該細的地方變粗了 可是 有些剛剛說每次在鏡子前面 欣賞自己三十分鐘 真的 有些人該細的地方粗 該粗的地方 我們覺得 大家不要太多幻想的空間 我們先看這個圖板 真的 也沒有人在幻想 OK OK 那基本上來講 你們看這三個部位特別注意一下 當然 各位你們在看電視看看隔壁的 你們的配偶 你們的家屬 你們的先生 你們的兒子看看有沒有這個狀況 第一個 你們看看這脖子粗 我們講脖子粗來講 有整個脖子粗 也有這個前面的粗大 或者有些硬塊的問題 基本上 如果你看到像這位男生 這個脖子整個粗的狀況起來 其實他的脂肪的已經非常多 這種一定會有大概幾個狀況 就是新陳代謝症候群 現代謝症候群來講 他一定合併 糖尿病 或者是高血脂 心臟病 毛病很多 那另外來講 還有甲狀腺的問題 甲狀腺當然 絕對是這個地方位置 我們講過好多遍了 在男性的喉嚼的地方 下面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甲狀腺 絕對不是 這邊是甲狀腺 他不是亂叫的 OK 那甲狀腺肥大的話 總大當然是心臟代謝的問題 那基本上 只要整個脖子粗 那一定要特別小心 尤其是我們特別強調的 這個呼吸中止症 脖子整個粗大的話 睡到的時候 你呼吸是進不去的 進不去的時候 一定會缺氧 缺氧結的話就會出問題 好 其實我等會講 所以光一個脖子粗 就應該很多疾病 沒錯啊 對啊 我那天才有個case很妙 其實那個是一個國會助理 他在找我的時候 那個先生大概才40歲左右 然後他大概170公分 然後他大概將近100公斤 他為什麼來找我呢 他在跟我講 他本來跟我談 然後最後他很驕傲 就說我是國會助理 我應酬非常多 我很驕傲 又是一晚上吃10個鮑魚 然後好像很炫耀的感覺 重點他為什麼來找我呢 所以因為他有一天開車 開到這 他睡著了 撞到電線桿了 那對 那撞了之後呢 他家族跟他講 你很嚴重 這個開會 或者怎麼樣開車 都會睡覺 後來我們幫他驗 呼吸重症 他脖子點擊就這種脖子 各位吃10個鮑魚 不是好事情 如果變這樣特別注意一下 那還有一個狀況來講 腰圍 我們講腰圍來講 其實不要覺得說 好這個我肚子粗 腰圍很大 是靠五斑 好像比較有這個權威 送命的都說這樣比較有錢 對那是過去 以前原外時代 對對對 所以以前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是容易短命 為什麼 腰圍粗來講 我們大概二型糖尿病 我們脂肪肝肝肌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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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的肺病 那過去來講 有些像這個 我們講這個一些性病 像是梅毒 感染的話 他在四肢末端的地方 會容易腫大 腫大來講 因為你常常缺血 這地方呢 我們這個卵組織呢 他會慢慢增大 那我們一般醫生只要看到 手指末端粗大來講 幾乎心臟肺臟都會有點問題 所以你的手指 不明原心的腫大 或者有狀況越嚴重 還是要看醫生診斷一下 比較好 那問一下陳醫師 常常現代人看到很多 是腰圍太粗的案例 對 這個是其實我前幾天 剛看的一個病人的狀態 他一開始來 他三十幾歲 很年輕的一個男生 那來的時候 他其實本來只是覺得 他身體就有個地方麻麻的 他覺得很奇怪 已經麻了一段時間 一直都沒有好 所以來求診 那那時候我想說 我就想說先幫他做一點 基本的身體檢查 因為他看起來 的確是有一點點肉肉的 我幫他做基本身體檢查的時候 一就一出來 指數不得了 如果那個指數 大概是這麼多 是基本的 他大概八成 全部都是紅字 那我想說你才三十幾歲 八成都紅字 他膽固醇指數300多 有一個很敏感的指數 叫肝功能指數 肝功能指數通常 如果他上升 代表現在肝臟正在發炎 他到150 我們正常的大概30左右 如果你超過30 一點點OK 可是如果破百了 我們就認為你的肝臟正在發炎 那所以呢我就想說 好 那他的這個麻 我先割下來 因為肝炎比較嚴重 我就開始幫他做一系列檢查 就是可能會造成肝炎的問題 B肝啊 C肝啊 酒精啊 等等的都問過 真的都沒有 那時候我就開始問他說 好奇怪你以前有沒有被驗過肝炎呢 因為我要確定 他這是現在突發性 還是是過去就有 他說以前沒有聽過 有醫生這樣跟他講過 我就問他說 有沒有一些暴露在一些 什麼有機化合物 造成肝臟發炎 一直講了講了 後來也沒有 中藥也沒有 他就終於這樣看著我 他說醫生 我胖了算嗎 他就說呢 他在一年內 他就說他放縱他自己 他胖了20公斤 那他就說 我就說那你現在幾公斤 他說大概70幾吧 就是胖了一點 一站上去90幾 所以其實可能比他 預估的再更多就對了 也很多了 對 預估的可能來的更多 那後來我們就回歸到 他就說他這一次胖很特別 他就只胖肚子這一圈 他說他很明確的在這一圈裡頭 胖得非常的嚴重 那所以我後來就說 你這真的很有可能就是 腹部脂肪造成了一個肝臟 脂肪肝 急性肝發炎的狀態 所以他我就跟他講 他唯一件事就是 趕快開始減重 那其實我相信很多人 這個該出的地方不出 尤其是腰尾的部分 很多人都有一個困擾 不管是男生女生 他都發現說 我好像年輕的時候 我的身材其實是很苗條 我翻出20歲的照片 哇我大學時期長得多 帥像金城武就金城武 郭富城就郭富城 可是他長大了之後開始 不是長大 年紀變大了之後 你開始肚子出來 整個人虧起來 說可是我這個東西沒變 甚至更少 其實我們發現 我們身體的基礎代謝 每10年它都會下降 如果我們一個人 他可以有1200卡的熱量 你過10年就少100卡到 50卡到100卡 所以呢如果你到了30歲 你本來1200卡 可能就剩900卡 可以一天代謝的熱量 所以會隨著你年紀越大 到了40歲的時候 你就想40歲 跟你剛出生的時候 比起來 你其實就已經 真正少了400卡 可以代謝的熱量 所以為什麼我們 隨著年紀越大 你會發現 儘管東西吃的是一樣的 可是你的肥胖指數 一直在上升 這個之前呢 有一個新聞 這個新聞是這個 這個就脖子粗 沒脖子 我沒有說 這不是我說的 你現在拿張照片這樣好嗎 今天早上才發射飛彈 你這樣好嗎 我 為了國內的安全 之前有一個新聞 就在講說 這個北韓的領導人 他在他2011年的時候上任 到現在2017年 這段時間我看 謝忻一直看著我笑 在這一段時間裡頭 他好像發現那個照片 整個人是寬了一點 的確我們在這個 如果你本身新陳代謝 已經變慢的時候 你又不運動 這個時候的確 你可能會讓你的肥胖指數 是可能會大幅度上升 尤其在有一些人 我們發現說 當你的這個工作的性質 壓力特別大 日夜顛倒的時候 你其實因為你的荷爾蒙 開始會沒有辦法分辨 所以有些瘦體素 幫我們變瘦的瘦體素 會開始變少 會讓我們儲存更多脂肪的 這個肥胖的基數 會開始變多 所以你整個人的生活作息 就會變亂 那我要再講另一個族群 剛剛講到的是男孩子 另一個族群 趕快拿下來 這段應該會被那個 截取到那個北韓的 那個新聞網 他會看得到 對啊 不行 幫我把這段剪掉 我們沒有什麼意思 我們都心懷尊敬的意思 他們不是只有搗蛋而已 他們還有那種暗殺 或什麼 你真的蠻敢的 好 那其實我要講的 另一個族群 是女孩子 更年期的婦女 我們發現很多更年期的婦女 她其實除了什麼失眠的問題 熱潮的問題 她有個很困擾她的 我好像一更年期過後 我就開始變胖 其實我們很多臨床上 很多的婦女 她會因為她變胖的問題 想急著來減重 我們都會跟她講說 其實當你更年期的時候 讓自己胖一點是好事 她並不是因為只有臉碰膩 碰膩 看起來比較有福氣 因為其實我們要知道 當我們在更年期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女性的荷爾蒙 開始會急速的下降 這時候其實脂肪 它會趕快緊急堆積起來 它是要去應付這個 我們荷爾蒙不穩定的狀態 想要幫我們取代 雌性荷爾蒙 在我們身體的運作 所以它會在我們本來 以前年輕的時候 你可能是屁股大腿粗 可是當你更年期的時候 它的脂肪開始會累積 在我們的腹部 它最主要目的就是為什麼 要幫我們去做一些 荷爾蒙的調節 所以假設說呢 你在更年期的時候 其實如果過了更年期 或到了更年期 多個兩三公斤的脂肪 在身體裡 它其實是在幫我們 度過更年期的症狀 所以如果你已經 在更年期的時候 你不要對自己太苛刻 讓自己多兩三公斤的體重 其實那是OK的 那問一下吳醫師 可是現代人很多 真的是中廣身材 那剛剛這個新门也講了 很多實際上是 既有啤酒度 又有這一個粗脖子 是 其實這個啤酒度 對中年男性來講 要特別注意 我們整個有一個case 40幾歲的男性 他第一次來求診 他就開了那個診間的門 他進來的時候 我不是先看到他的頭 我先看到他的肚子 那走進來的時候 肚子先進來 OK 好 走進來了 我看 挺了一個大大的肚子 那我說 那你要來看什麼問題 他說那血壓的問題 他說他血壓有在吃藥 可是吃藥呢 都還是控制在150 160 控制的不太好 那這時候我就看了一下 他的外型 他挺了一個大大的肚子 肚子很大 人就是算肥胖 那幫他做了一些基本檢測 發現說他的血脂肪異常 三酸甘油脂高 那高密度 我們所謂的好的膽固醇又低 甜甜的發炎指數也很高 那我幫他做了一個體脂肪測量 發現他體脂肪高達35 36 那體重的測量呢 他的BMI算起來 接近將近35重度肥胖的等級 我說說你這個一定要改變 你的飲食跟生活型態 我說那你的生活型態是怎麼樣 他說他日夜輪班 常常是早班夜班這樣要輪替 所以生活不正常 睡眠不正常 那我說那你有喝酒嗎 他說那沒有 他說我沒有喝酒 為什麼會有啤酒度 其實這個啤酒 啤酒度要注意一下 很多民眾說 以為只有喝啤酒才會形成啤酒度 其實不是 像這種日夜顛倒 作息不正常 會導致體內內分泌失調 內分泌異常 所以睡眠非常重要 那加上他睡眠 國外也有研究告訴我們說 睡眠異常 日夜作息不正常的人 他慢慢的內分泌會改變 體內容易形成發炎狀態 那他的飲食習慣會跟著變 他喜歡吃一些高糖 高精緻的飲食 那這些飲食就會讓他的腰尾越來越粗 那他說那我有沒有什麼快速的方法 可以消掉我這個啤酒度 他說抽脂有沒有用 大家很流行抽脂 局部塑身 那其實抽脂這個要注意 一般我們所謂的抽脂 他大部分會接觸到的是我們所謂的皮下脂肪 內臟脂肪比較沒有辦法去抽到 那像在我們頂尖的這個醫學期間 新英格蘭醫學期間裡面 就曾經發表過一個文章 他就去研究一群中度重度肥胖的婦女 去針對他們的腹部這個脂肪去抽脂 看看說到底有沒有辦法改變他們這個代謝的狀況 讓他們更健康 結果發現說經過三個月的追蹤 他們雖然抽掉1000到1500cc 不少脂肪 可是他們經過三個月發現 他的代謝的指標 譬如說血糖 譬如說胰島素的敏感度 血壓 膽固醇 都沒有改變 他確實脂肪變少了 他的BMI 他的體脂肪變少了 可是他的代謝的這些相關的發炎指標 其實沒有改變 內臟脂肪是不可能靠抽脂肪 內臟脂肪的確 所以這個一定要從內在 從飲食 營養 生活型態去調理 才有辦法讓你整個健康 從內而外散發出來 才能夠改變你的代謝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安琪老師就要分享一個 健康消大肚男的好料理 剛剛這個醫生講說 這個抽脂是處理不了 內在的脂肪跟脂肪肝的 但是飲食跟生活習慣就可以調整 對 所以我也要 改善我的意思習慣 我也是開始肚子變大了 真的嗎 因為我也是喜歡喝湯 那今天我給大家做的也是個湯菜 但是今天湯裡面我們加了很多膳食纖維 那今天我想換個方案給大家來做雞的丸子湯 因為雞肉大家知道它的脂肪比較低 對 那我今天這邊是兩個肉雞的雞腿 那你買的時候就請它給你去皮 然後去掉一點脂肪骨頭 對 然後邊上的油也去掉一點 然後回家就要自己剁 那今天這裡面我們還是一樣 我們來加特別一點 我們加一點味噌 好 所以這個是雞肉丸子 那雞肉因為相對的是白肉 而且脂肪也相對比較少 所以吃起肉丸子的負擔跟脂肪壓力就比較低 對 好 加一點鹽 然後你們開始來用水 所以任何肉丸子都要打水 對 打水 肉類的東西它吃水膨脹 所以你只要記得這個原理 你給它打一點水進去 它吃了水之後它就會膨脹起來 那今天讓它滑嫩一點 我這邊加一個蛋白 好 那這邊我們還要來加一點粉 好 這是什麼粉 這是太白粉 太白粉是給它一點黏著力量 凝著的量 同時讓它吃起來比較滑嫩一點 好 就少量的 大概一小匙的太白粉 對 然後一樣是順同一個方向來打它 對 那這邊有一點味噌 我們再把它打散開來 好 這樣子味噌就會調味我們的味道 對 那味噌因為它也是一個發酵的東西 它可以讓你的肉質變得比較軟化一點 所以你在家裡頭攪好了之後 最好給它能夠放個半個鐘頭 入味嗎 讓它這個味噌的發酵的效果比較好 然後給它一點點的麻油 好 一點香油麻油 好 腰圍性 我們所有的5到6 全部都受影響 我們過去認為肥胖是看BMI 現在已經換過來 就是我們腰圍為主 多指高一公分 就是你得到糖尿病的機會 比一般很多的0% 這個東西來講 它可以降低一個打酷層 甚至對我們糖尿病 這個有效改善糖尿病的狀況 都有些幫助 那我這邊今天背的是兩個讓它脆口的這個 因為肌肉吃起來它是嫩 但它沒有脆脆的口感 那普通我們加的是 這個是秋葵 那這個秋葵燙過 因為它卡在肉丸子裡面的時候 它不容易熟 它沒有接觸到熱水 它不容易熟 所以我們把秋葵燙一下 然後用冷水 把它切丁 冷水冰過了之後呢 給它切丁 冷水降溫之後我們把它切丁 這個是壁脆 白的是壁脆 壁脆有些時候獅子頭也會加 對 也會加 一樣把它剁碎 對 因為壁脆它有點脆脆 還有點甜甜的 所以這個時候兩個其他配著脆口的食材 就可以下去了 對 就可以下來了 那我們最好還是給它摔一下 所以這個跟獅子頭要摔肉一樣 它把它裡面的空氣摔出來之後 這個肉比較有彈性 剛剛攪動它是讓它有黏性 那你摔一摔讓它有彈性 好 那我們這邊就準備一個湯匙 準備一碗水 因為我們做丸子的時候呢 要拿湯匙給它下下來 好 那我們另外熱了一個高湯 那這個就是今天要做湯菜湯菜 對 那我在家裡熬了點雞高湯 因為我早是覺得肉雞 它有嫩 但是它不會有那個鮮味 鮮味比土雞要差 所以我拿這個半土雞 這雞架子就熬了一些這個 雞架子直接做成雞高湯 那這個就是家裡備用的高湯 對 然後通常就在冷凍庫裡面 都會背個幾包 那一樣我們用左手來做 左手就要沾水 左手沾水 然後來抓著這個雞丸 這個雞肉丸子 硕形 對 那右手也是 調羹裡頭沾水 然後調羹這樣子 咬下去 那這個雞湯我們不需要讓它太滾 它只要是熱的就可以 太滾的話你一放下來 它滾容易散開來 真的喔 雞肉容易散 雞肉丸子 就任何丸子都差不多 因為你如果說這個水在裡面一直滾 掀下去的老了 後面的還沒有熟 所以我們看一下我們這個湯鍋 我們這個湯鍋其實是加熱到接近這個百度 已經有90度了 對 就是有小滾 你看邊邊是小滾 可是不能夠大滾 不要它大滾 因為我們在放完的時候有先後順序 尤其是像我已經算是做得比較熟練了 一個一個的 那有的人做得比較慢 剛剛開始新手在做的時候 可能塑形的時候會比較慢 那你就會先下去的都老了 後面的都還沒有下去 而且太大滾的話 肉一散掉 這湯就灼掉了 對 那我今天湯裡面我放兩個 一個是蘆筍 蘆筍也是出纖維很多的一個 纖維很多的一個蔬菜 那你當然買進口的或者是買台灣的蘆筍都可以 綠的顏色 那還有現在的甜豆片 或者是你買了一包秋葵 你用了八根 那剩下的秋葵 你也可以直接下在湯裡頭 就是要看你這個食材的先後程序 那肉丸子是要先讓它定型熟了 才下別的食材是不是 對 因為我們的蘆筍大概在一分半鐘左右 那蛋皮是我做好現成的 然後把它切絲 增加它一點顏色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讓它來等一下 好 那我們等它的同時請教一下素卿 這個安琪老師自己做的肉丸子 大概也只有簡單調味一點鹽巴 那實際上在外頭為什麼 這個剛剛幾位醫師都提醒大家 脖子粗或者腰圍特別粗 都跟新陳代謝有關係 因為有些時候你的食物過程 飲食的過程當中 真的會吃到很多高鈉的地雷 沒錯 因為我們剛才講說 我們不希望肚子肥大嘛 就是要脖子粗 可是問題是呢 有一些陷阱我們不小心吃到 默默的就形成了胖肚子 那除了我們剛才醫師講到的 比如說輪班啊喝酒之外啊 大家都知道熱量太多不要 可是他們會忽略一個東西 叫做高鈉的食物 你會想說高鈉的食物 明明就是很鹹而已 很鹹為什麼會胖 其實如果你去仔細檢視 我們目前市售這些食物啊 重選的食物 高鈉食物 通常也高糖高熱量 對 所以要特別留心 比如說白吐司 白吐司是最長的地雷 就是女生都覺得 她白白看起來很純潔 沒有 她很邪惡 沒有 因為第一個呢 而且女生還以為這個輕食 然後吃兩片還好 很輕 對 另外一個也是裝無辜的 就是那個檸檬夾心餅乾 因為想說檸檬夾心 甚至有些女生在減重的時候 還在自己的抽屜裡面 放一個蘇打有沒有 然後一打開就 餓了吃一點點 蘇打一直裝無辜 對 他們兩個都是特別 你知道尤其是檸檬夾心 它也是超級高鈉的食物 然後白吐司兩片 可能就底上你一餐 應該攝取的鈉 尤其是如果你是50歲以上的人 世界衛生組織 有把鈉的益力量降低 從本來的2400降到1500 那你兩片就有600 所以你已經吃超飆了 白吐司很美味 對 裡面還要夾餡料 還要夾起司蛋 火腿之類的 因為有時候還要跟鮪魚 美乃滋什麼之類 絕對超飆爆表 所以白吐司就裝無辜第一名 然後檸檬夾心更可怕 它也是兩片就超飆了 然後另外就是麥片 你會覺得麥片明明是甜的 麥片很清純的 沒有 因為他們發現 在製造的過程中 有些一樣是會隱含高鈉 所以麥片你會覺得說 有些人 甚至怪國有調查發現 有些甜的麥片是高糖 那有些你覺得沒那麼甜 它高鹽 所以要特別留情 是 然後更恐怖的東西是涼麵 涼麵他會覺得說 他吃起來不鹹 可是他包括他的醬料 還有他的麵體本身 都可能很有鹽 所以他也是超級高鈉的食物 然後關東煮不用講 關東煮除非你不喝湯 就是如果你去便利店挑幾個 就已經可能夠量 那你只要喝到湯 我打算多少上班族女生 愛喝湯的 覺得關東煮很清淡 關東煮的湯汁 他就放在那裡 他看起來就是一個 很樸素 很純潔的女孩子 扎著馬尾 穿著花襯衫 就是16歲 17歲就是可以嫁出去了 所以這種最危險 你知道嗎 劉醫師是不是 他真的 我已經一年有行程 對 長天都還就沒事 我還會先喝湯 然後再吃一些蔬菜 我跟你講這個湯 之前那個 蕭季會他們去做 那個包括湯的調查 就發現關東煮湯汁的 鈉含量非常高 然後如果再夾幾個 一碗 有時候一碗連湯 然後連幾個料 因為在做關東煮的東西裡面 有時候他也會有一些添加物 所以也會鈉 所以一碗你挑三個 那一餐就把一天的量用掉了 所以關東煮絕對不能喝湯 另外一個大家覺得最離譜的 是運動飲料 運動飲料 因為他當初是會讓你電解質平衡 所以他一樣補充鈉 補充其他的電解質 所以你會覺得喝起來 沒減啊 可是鈉離子就在裡面 那我都喝低卡的 這個我有發現 對 所以它要特別流行 這六種容易裝無辜的食品 它其實隱含高鈉或高油 甚至高糖 就特別流行 真的 那同時間 我們安琪老師的這個肉丸子也滾了 滾了 雞肉丸子我怎麼判斷它熟了沒 通常丸子你這樣推它 它會有點浮起來 今天因為我們湯量比較少 那通常算時間的話 大概有個四五分鐘 它一定熟了 像我今天做的這個大小 算蠻大的 那這裡面我們今天就來給外圍 我們先來放蘆筍 蘆筍我們剛剛講過要一分多鐘 我們來一點蘆筍 稍微煮一下蘆筍 然後我們這邊來一點鹽 給湯來調味 湯放一點點少量的鹽 對 那我喜歡的胡椒粉 好 白胡椒 然後接著下來 安琪老師今天準備了煎好的蛋皮 增加一點它的更好的顏色 所以我今天用的是兩個蛋黃 一個蛋白 所以看起來顏色比較黃一點 然後另外一個蛋白就拿來拌這個 拌雞肉 好聰明喔 不然有的時候拌丸子的蛋白拌了 那蛋黃要幹嘛 對 那蛋黃剛好來打 那你的這個蛋皮的顏色也會比較漂亮 那最後來一點麻油給它一點香氣 這樣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那你用我們今天安琪老師做成這個丸子來講的話 我們一般來講我們講的丸子裡邊 有時候單純肉來講 其實熱量或者油脂的問題 可是它很技巧的把這壁脊跟秋葵加進去 我們在秋葵來講我們常講一個重點 就是它裡面水溶維纖維 它還有半五巨糖 阿拉伯這些一些所謂的多糖體 在裡面 事實上它在我們腸道可以吸附到我們這個食材帶進去的油脂 你不要小懷它 這個東西來講 它可以降低一些膽固醇 甚至對我們糖尿病 這個有改善糖尿病的狀況 都有些幫助 那還有這種乳水 乳水裡面它有這個叫天門冬酸 那這種東西來講 它事實上可以把我們身體乳酸會排得快一點點 我們常常講說運動完激烈的酸痛 肌肉酸痛來講 就怕這個乳酸的問題 所以它有幫助 還有它裡面叫這個芸香素 芸酸也是抗氧化的東西 不過整個來講話 就是說這個食材其實偶爾吃 對我們這個可以有這個飽足感 而且肌肉量增加 也不會增加太大的負擔 不過我們特別強調 因為腰圍實在太粗的話 風險症非常高 我們看到第一個就是脂肪肝 其實脂肪肝 我們常常講說 肝裡面是幫我們這個代謝 這個所謂毒素 我們解毒很重要的東西 如果你肝臟來講的話 裡面脂肪超過3%以上 滑身到5%是可怕的事情 它整個會阻止你肝臟一個代謝 所以毒素代謝是不完全 會容易有些肝臟癌症的問題 另外還有心臟病 我們冠狀動脈心臟病來講的話 就冠狀動脈它裡面會阻塞 我們知道冠狀動脈有三條血管 如果說你的這個血管 有任何一些血管 如果說阻塞硬化病變 蓋化增加 我們心臟病可能就是一些 包括一些心肌梗塞 或者一些心腳痛問題增加 那還有呼吸的問題 我們在這個腰圍 這個大的狀態之下 我們在胸腔呼吸的時候呢 氣會容易怎麼樣 會受到橫根膜的阻礙 有的時候我闊胸闊的不是非常好 有的時候我們在 甚至我們在這個胸腔裡面的肺 它有些發炎會增加 會造成一些包括慢性呼吸 到一些疾病都會增加 那我們今天講說 這個不該出的變粗 就是想腰圍等等的 可是血管呢是怎麼樣 不該硬的反而變硬了 那就麻煩了 就動脈硬化 動脈硬化來講 我們常講說 我常講一句話就是 當你血管變水管的時候 健康就出問題了 那我們用評估來講呢 其實醫生評估動脈硬化有很多的方式 我們最多的話就是看這個頸動脈 頸動脈 我們這兩條頸動脈 大家用手摸可以摸到這個脈搏 脈搏來講 我們想說什麼叫做ABC 病在急救的時候 我們先摸他這個頸動脈有沒有脈搏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臨床醫師評估你動脈硬化 最快的方法 就是用超音波去掃這個頸動脈 掃了之後呢 我們看頸動脈 如果他的這個裡面動脈硬化 他連內膜有沒有增厚 我就可以出誤判斷 你有沒有動脈硬化的問題 這非常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來講 腰圍出事實上 頸動脈硬化會增加 那你不要以為頸動脈硬化沒什麼問題 硬化就是怎麼樣 中風機位增加 還有獅子機位會增加 另外糖尿病也是一樣 但這頸動脈就可能會影響到你的性功能 35歲40歲以上 你本身的搞固筒 本來就會慢慢往下掉 如果你又肥胖又腰圍出 那很可能你的搞固筒 會像溜滑皮一樣的往下掉 但是可能彼此之間 沒有火化 當我腰圍出的時候 我的肚子裡面去 我裡面的胰臟 胰臟的脂肪會激嫩在裡面 胰臟是分泌胰島素 幫你降血糖 當胰臟裡面的脂肪增加 事實上我們的胰島素主汗會增加 它又幫你代謝血糖 就非常的糟糕 糖尿病就會跑出來了 那另外腎臟病也是一樣 常常我們在有些外科醫生做手術 哇 這個肥胖病人開進去 這個腎臟旁邊包一堆油 那個就是一般我們講 這個肚子裡面油 那腎臟裡面旁邊一堆油 它也會干擾到我們的動脈 然後造成我們排這個尿的問題 解毒產生一些 我們排毒的過程中都會出問題 事實上來講 腰圍出 我們所有的五臟六腑 全部都受影響 還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對 謝忻 因為現在很多綜藝大哥 腰圍也都有點粗 對 我不要直面 這話我說好嗎 其實就是跟我一起出外景的大哥 其實他們腰圍都有點粗 畢竟外景職業傷害 對 我現在要非常就是 要分享嗎 心不甘情不願的 要分享最遠的照片嗎 秀一張就是 我也是有那種腰圍過粗的問題 哦 你們不要這樣嗎 這角度是怎樣嗎 是怎樣嗎 那我也有曾經 就是腰圍過粗的問題 所以你腰真的很重要 這不是只有腰粗欸 哈哈哈哈 其實差滿多 腰粗 臉粗 手臂粗 現在漂亮很多 謝謝大家 所以這個腰圍真的是很重要 真的 可是腰圍好像每增加一公分 糖尿病的風險 會增加六個百分點 其實之前前一陣子 有一個這個算是衛生局 他們有在推廣說 大家開始量腰圍 所以有些時候 你可以在便利操商 看到那個腰圍的那個皮尺 可以提供你量的部分 之前我就有一個病人 這病人很有趣 他其實他的小孩子 看到了這樣的新聞 那他就覺得 他印象中他把肥的肚子 肥嫩嫩的 所以他就自己 真的拿回去給他一量 一量不得了 110 其實滿滿滿 有一點就是 真的是有一點肚子 所以他們家人就push他 讓他一定要去做見解 結果做完見解之後 他下面就只寫了一句話 叫做請回家一科追蹤 所以他就帶這樣子來找我 那我一看 哇 他這個不得了 不是只請回家一科追蹤 快要去新陳代謝科追蹤 他的血糖指數300 空腹300 有個叫糖化血色素 他是11 11的意思是什麼 大家可能沒有概念 我們正常人大概是6以下 所以他的指數11 其實在我們裡頭 是直接一定要 馬上弄胰島素治療 因為他已經屬於 很嚴重的糖尿病的問題 那時候我在跟他解釋說 其實你這個狀態已經是很嚴重的時候 他自己還在那裡說 不不不 我最近真的有變瘦 我最近以前比較胖 現在已經比較瘦一點了 我才跟他說不是 你那是因為糖尿病 造成體重減輕的狀態 所以他整個臉就是一臉綠 的確我們現在發現說 從50歲以上 不管你是男生或是女生 我們都建議大家要養成量腰尾的習慣 多提高一公分 其實你得到糖尿病的機會 比一般人多了6% 好 那其實呢 這個不是只有這樣的一個研究 腰尾什麼數字才算標準 對 其實不是只有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說到底是增加多少 其實現在有一個名詞叫做 代謝症候群 你現在大家就可以直接去比對 拿自己的健檢報告 血壓報告 還有現在到底腰尾多少 一起做比對 如果你的腰尾男生是比較寬鬆 90公分 大概就35.5吋 女生80其實等於31.5吋 這兩個指數如果比較高 或者是血糖 血糖的指數是大於100 血壓大於130 over 85 還有高密度膽固醇跟三酸甘油脂 如果你這幾項超過三項 你要小心 因為你三高問題 會手牽手一起來找你 所以假設說有一個肥胖的問題 有 血壓不是算這個比較高血壓 但是已經算快高血壓了 我們就全部的系列一起做檢查 因為通常往往只要你肥胖 你的腰尾超過這個指數 你驗下面的這幾個指數 都會有一個以上是紅字 所以其實腰尾是個很重要的指標 我們過去認為肥胖是看BMI 現在已經換過來 就是我們以腰尾為主 而且腰尾又三高的話 很多各種傷害的案例嘛 對 沒錯 那其實男性朋友還要注意一個 就是你可能會導致不舉 為什麼會導致不舉呢 其實曾經有這樣一個案例 二三十歲的一個男性 他說他在跟他的伴侶 在這個做親密行為的時候 發現說自己沒有辦法 比起以前沒有辦法持久 比較不堅挺 那他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他就就醫 那醫生幫他做了檢查 發現說你血壓高 你血糖又高 膽固醇也高 而且肚子又大大的 你這個有代謝症候群 那代謝症候群 就可能會影響到你的性功能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說 當你有代謝症候群 稱為剛剛陳醫師所提的 代謝症候群的人 他體內容易處於發炎狀態 他的血液裡面可能都充滿了油脂 而且他的血管容易硬化 那我們知道對男性朋友來講 這個因經勃起要堅挺的話 必須要充血功能良好 但是有代謝症候群的人來說 他的這個充血的功能會受損 所以導致說 他的這個充血功能有問題 因此他可能會防止的部分 比較沒有辦法持久 比較沒有辦法堅挺 那其實國內曾經有醫療機構 做過統計 有代謝症候群的人 他的體內男性荷爾蒙的睪固酮 比一般沒有代謝症候群的人 還要低下大概二到三成 所以這個有肥胖 腰圍粗 代謝症候群的人 尤其是中年男性 35歲 40歲以上 你本身的睾固筒 本來就會慢慢往下掉 如果你又肥胖 又腰圍粗 那很可能你的睾固筒 會像溜滑梯一樣的往下掉 會影響你的活力 你的精神 甚至肌肉量會變少 然後你的房事 你的這個跟太太或是伴侶之間 這個房事可能 彼此之間 沒有火花 只有神器 真的 那接下來我們蔡師傅 也要分享一個健康高鮮高酵素的 這一個幫助新陳代謝的好料理 那我們今天來做這一道高鮮的松阪肉 來 好 師傅 我們的松阪肉是不是事先有醃過 這個醃一點點醬油 一米酒 它同樣跟安琪老師有打一點水進去 增加它的韌度 我們在這個鍋子裡面放一點點的油 二廚幫你開火 你看 好 鍋子裡面放一點點的油 好 那我們首先 那你如果要加更嫩一點 那我們這邊也加一點少許的蓮藕粉 都OK 一點點就好了 所以一點點本來的這個醬油 然後一點點的蓮藕粉或者太白粉 剛才有打一些水進去的 打一點水 讓那個 那個讓它的蛋白質膨脹 對 它的肉會變得更嫩 好 那幫我加點沙拉油在裡面 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你待會兒要拌炒煎它 所以現在也可以拌一點點 好 那給觀眾朋友把這招學起來 好 那少許一點 那個油一定要在粉後面加 你如果太早加油 那個粉就會不會附著在上面 真的喔 所以粉要先 粉要先讓它均勻的附著在上面 那最外層再加油 好 那粉就是剛剛講的太白粉 或者蓮藕粉 對 現在很多健康 很多都喜歡用蓮藕粉 那現在把它攤開來煎它 好 那這邊要來擦的青菜 好 蔥 薑 蒜 蒜 蒜 放進來 稍微爆香 讓它有點香味 那也不用等它熱鍋 就冷鍋 不用等它熱鍋 也不要有什麼油煙 然後再來 再來我們今天加了這個鳳梨 好 那鳳梨呢 鳳梨它有酵素也蠻好吃的 酸酸甜甜的 然後鳳梨把它放進來 好 這個鳳梨要在蔬菜的前面放 好 真的喔 爆炒辛香料之後 就要放鳳梨了 因為你如果說直接放進去炒兩下 它並沒有跟這個肉混合 所以我們要讓它的味道出來 好 這樣子感覺 我說這樣感覺很棒 感覺很棒 兩個人在這邊 這菜一定很好吃 菜一定很好吃 好浪漫喔 是不是 沒錯 有泡麵喔 好 那我們這鳳梨放進去以後加點水 好 這是不是 叫點點水 一定會做老爸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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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吃菜 一定太飽 菜說要比個虛 你不知道一絲奶粉 絲多少 對 然後這個加點點水 下去讓鳳梨煮一下 它讓它的味道出來 那味道它有湯汁 等一下拌在一起 它都會吸收湯汁 那我怎麼判斷我要煮多久 那煮一下下就好了 其實我們這邊聞得到味道 對 我們的松阪豬 幸福的味道嗎 聞得到甜蜜的味道 對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松阪豬 好 二廚幫忙翻面 你看 恰恰 煎得非常的棒 所以有些時候肉 或者海鮮用煎的那個香味 跟用煮的還是有差 有差 有差 沒錯 那我們現在把不好熟的 這些蔬菜先放進來 一一的把它放進來 好 我們師傅現在放了一點洋蔥 那放一點芹菜 是 是 是 這些蔬菜把它放進來了 這個菇也把它放進來 再來杏鮑菇 好 所以其實這一鍋也蠻高鮮的 對 沒有錯 那我們簡單的調味 調味的部分 在我們這個蔬菜這裡面 加一點點的鹽巴 少許的撒一點點鹽巴 一點點鹽 那因為今天加了鳳梨的關係 讓它甜甜的 酸酸的 所以這裡面加一點點的糖 少量的糖 少量 一點點而已 還有一點點胡椒粉 好 OK 所以這個時候就拌炒 那傳統如果餐廳做這個菜 鍋子內的這些蔬菜也會過油 維持它的這個顏色跟這個口感 對 它過油 過油第一個它利用那個溫度 將外表的蛋白質就凝固 它凝固 然後蔬菜過油增加它的翠綠 然後過油還有一個好處 但是我不鼓勵 因為過油以後 它外面附著的一層油 對 附著一層油 你在炒的時候 它顏色會比較鮮豔 對 顏色就比較漂亮 顏色會比較鮮豔 但是就過分油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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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們用煎的 你看這個鍋子內的松阪豬 看起來也非常可口 非常好吃 對不對 對 沒錯 那你如果今天要請客的話 如果好朋友來 你可以蔬菜打底 然後這個炒煎一煎把它放在上面 那也很棒 漂亮 現在就熟了 這樣就好了 好 現在這個把它蓋起來對不對 蓋起來等於 剛才半炒半蒸 你用它裡面的水蒸氣把它蒸 所以保持它的濕溫度 比較不會乾淨 好 而且這個鍋子內還有一點湯汁 是啊 是啊 那蓋起來你看裡面的汁就在這邊 這很棒了 在裡面少許一點味道 再來把我們這個同一手的放進去 好 這樣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就要把肉倒進去 就是這麼簡單 好 所以師傅這個時候要把肉這個 倒進來拌炒一下 是啊 是啊 它這個蔬菜保持它的脆度 顏色 讓我們今天都一一的呈現出 它非常的漂亮 好 再來我們倒的時候要小心 不要把油倒進去 對 我們把肉片放下來 是是是 那因為這個是剛剛煎過的肉片 所以它跟這個水煮跟草的風味又不一樣 是是是 那這樣子把它拌一下 那你看肉的顏色也漂亮 對 然後蔬菜顏色也漂亮 那我們這一道呢 就這樣子 就完成了 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囉 那這個裡面的這個 我跟你講 正反過我們大家都是 讚不絕口 我們常常講師傅裡面 善用很多的高鮮 然後呢 我們講就是說 怕吃了太多的脂肪肉 像豬肉來講 用松板是OK的 那我們最怕是太多五花 或者是梅花肉 那個油脂太高 那事實上吃這個東西 我們覺得負擔不是很重 不過特別強調 它裡面有很多的一些高鮮 或什麼鳳梨 我們講說其實在很多來講 我們講的纖維跟酵素會拉在一起 我們看其實大家先看高鮮來講 我們已經講很多遍了 那纖維來講有分水溶性跟非溶性 它對於我們降低膽固醇 跟促進排便是很有幫助的 那既然纖維吃得多的話呢 我們在毒素來講 在這個大腸流動的時間會比較快 那很快就排掉 會降低著大腸脂肪的刺激 那當然我們很多豆類 蔬菜 水果是有 那酵素來講 其實我們講酵素叫梅 梅是我們一般在生Azine 這樣講的東西 事實上它促進來講 不是光食物的分解 還有在我們體內所有的代謝 都需要這個酵素的Azine 那事實上像奇異果或是鳳梨 像葡萄 橘子等等 蔬菜都有 像我們菜蔬菜裡面用的鳳梨 鳳梨是有很重要的幾個營養素 第一個 它的鳳梨酵素 那個叫柏玛琳 它在抗發炎 而且它會把我們的肉分解成氨基酸 對促進基礎代謝有幫助 第二個 它有很高量的纖維質 還有最不重要 它裡面有一個很好的維生素C 對我們抗油都很有幫助 所以說蔡師傅這道料理 充滿了 粗子充滿了這個酵素 充滿了纖維 非常棒 而且腰粗跟脖子粗 往往跟代謝有關係嘛 這個謝忻平常會注意嗎 我其實很注意 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 算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粒子 外景小公主 靠外貌偶愛衛生的 外景小公主就是顧名聲音 因為我每天往外跑 那我幾乎不可能在家裡自己做一些 就是有高纖維 然後有含有酵素的東西 就吃得這麼健康 我三餐都在外面外食 然後你看每餐都大魚大肉 然後我又有另外一個美食節目 所以等於是說我的飲食是非常的不正常 那妳算很厲害耶 做美食節目沒有職業傷害就很厲害了 我其實以前是有的 一直到我知道說我必須 因為我現在其實年紀也到了 那我知道我的代謝其實是會下降的 所以我知道說我必須要利用 要利用這些輔助食品 像是酵素這樣子的保健食品 來幫助我維持我的體態 那我就在網路上找到了這個 這個是現在日本非常紅的一個酵素 而且它是七穀米做成的 是米做成的酵素 跟一般不一樣 一般可能是用蔬菜水果做的 可是它是米做成的 米來發酵的 而且它是具有活性的取酵素 裡面含有維他命礦物質跟七穀米 那一天只要像這樣子 它非常的簡單 它其實打開來就是這樣子顆粒狀 真的喔 你都怎麼吃 一天就是非常簡單 就是一天只要吃三顆 真的喔 一天吃三顆就好了 一次吃三顆 你都這樣子吃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都是會隨身放在一個小的藥盒裡面 出外景的時候這樣子比較方便 因為外景的時候其實這個也很難補充 對好 然後我就這樣吃下去 它其實裡面呢 就包含了每個人每天所需的酵素 22根的紅蘿蔔白蘿蔔還有所有的 你所需要的蔬菜水果的酵素 那它可以促進你的腸胃蠕動 因為像我是排便比較不正常的人 有時候比如說一緊張還怎麼樣啊 早上就不會上廁所 它除了可以讓你的這個腸胃蠕動之外 還可以讓你增加飽足感 提高你的代謝率 那我覺得很多的年輕女生 或者是稍微過了30歲35歲的女生 應該會有跟我一樣的問題 就代謝變差 代謝變差然後排便不順 然後你自己沒有辦法做一些很健康的食材 然後蔬菜水果沒有辦法大量的攝取 那我覺得你像這樣子啊 只要一天吃三顆 可以幫助你的攝取酵素啊 高鮮的東西我覺得是很方便 對那為什麼人體需要活的酵素啊 剛才就在講說 其實酵素它在整體幾乎各個地方都看到 消化到的消化分解 身體裡面的排毒 身體裡面的能量的運作 甚至有一些 如果你有一些腸道的蠕動都有相關 所以你必須要有酵素 維持你身體的正常機能 可是問題在於說 很多東西我們都知道 越老呢就會變少 比如說呢頭髮會變少 酵素也是 酵素可能 酵素也會變少 它在你的 你會發現老人家常常會有一些 消化不良的狀況 對他們相對就說我年紀隨著 可能20到30歲的時候 可能是很活躍的 可是過了30歲之後 你發現有一些身體裡面的酵素 也會開始降低 第二件事情是 現代人的生活的方式 這些壓力還有不好的飲食 也會影響你你的身體裡面 這個酵素系統的代謝 所以變成說 為什麼現在還需要額外補充 比如說我說肝臟解毒的酵素系統好了 以前人沒吃那麼多毒物 我就不用那麼多的幫助酵素系統 帶排毒的東西 可是你現在吃起來 五分之一可能都有毒 所以你肝臟這個酵素系統 是不是更需要人家幫忙它 所以第一就是 因為年紀的老化生活型態 跟外界的毒素 你可能需要 可能身體的不是那麼足夠的 可是第二件事情是 有些人會傻傻說 我補充酵素 可是它那個酵素 最後的成果是 發酵完對不對 拿出來給它高溫殺菌 它就死翹翹了 這個是活性的 對 這個網路上非常容易買到 而且是日本原裝進口 可以在台灣的網路 就可以來訂購 日本原裝進口的酵素 那要怎麼找 這個是七股米的酵素 對 七股米發酵的酵素 七股米有什麼特別的 對 我就發現說 它這個據說是 日本賣的最好的酵素 對 那七股 你想說明明我們中國都說五股 什麼道賣鼠 技術 日本為什麼要多兩股 對不對 因為它的米是除了一般米之外 還加了白米 所以它還有像高粱 還有薯 對不對 薯就是我們的薯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粒 樹米嘛 樹米之外呢 還有那個我們說的那個皮 就是說它其實多樣化的骨類 經過揭渠 它剛才說渠酵素嘛 就是你揭渠這個事情 安琪老師跟萬里老師應該都清楚 比如說我們製酒的過程會揭渠 我們甚至量味噌的過程會切渠 就是渠菌接下去之後呢 它會經過一個發酵的程序 把我們人體所不能分解的東西 先預先把我們分解出不一樣的東西來 所以它是用渠 那所以你會想說 日本的長壽國嘛 平均壽命八十八十幾都有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吃的大量 這些渠菌發酵的食物 那除了發酵之外 它幫你產生的第一個 我剛才講的酵素之外 第二個部分就是它分解出來 這些七股它還有很多營養素啊 經過分解出來就會有一些微量元素 沒有礦物質之外 像B群之類的 B1 B2 醃鹼酸泛酸 生物素啊 也都會在裡面 這些就是我剛才說的 叫做輔酵素 幫助酵素作用的東西 那最後它的酒破 酒破就是含有優質蛋白之外 酒破就是幫助你腸味道的蠕動 因為它富含纖維質 所以同時就是腸道也蠕動了 然後輔酵素也進去了 缺乏了你的活的酵素也進去了 那幫助你身體整個的酵素系統運作起來 你才不會覺得說奇怪我明明就沒有做什麼事情 為什麼體態永遠這個樣子 真的因為外食或者經常出外景的 是很難攝取均衡的營養素的 那節目最後這個劉醫師也給觀眾朋友一個健康小叮鈴 是的 我們今天講說這個腰圍粗 頸圍粗對身體健康危害非常大 請大家做到幾個事情 第一個 換個部鞋去運動走路吧 第二個 家裡準備點皮脂 沒事涼涼腰圍 涼涼頸頸圍吧 第三個 吃東西先把糖跟酒精戒掉 多用蔬菜水果入菜 然後呢 把它增加腥微量 最後一個 晚上早點睡覺 不要熬夜 這樣就可以達到全萬位的保養之道 真的 所以看完健康好生活就可以好好睡覺 對 好 謝謝劉醫師的聽你 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那我們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PO在年代碼去台 健康好生活的臉書上面 提供給觀眾朋友分享跟下載 我們的螢幕左下角還有一個QR Code的帳號 歡迎我們的忠實觀眾跟粉絲們掃描QR Code 加入我們LINE的節目帳號 那健康好生活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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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